我們現在要來調查 我們的調查小組的人員 已經抵達菲律賓了 可是一行人就在那困著 現在怎麼收場 如果他們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調查 對方拒絕我們 只好爆汗而回 回到台灣的話 那國人又很情緒激動 然後大家又很憤怒 又覺得說 你為什麼沒有搞清楚狀況 又跑去了呢 是不是很魯莽 很冒進 這中間很為難吧 對 這是的確是很為難 我覺得那個情況很尷尬 那不過比較幸運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事 我們在今年4月19號 跟菲律賓已經簽立一個 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全民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因為2011年 那時候菲律賓把我們 14名電信的炸漆犯 潛返到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說 根據一中原則 然後之後就展開協商 所以今年簽署了 這樣的一個協定 那根據這個協定 其實我們台灣調查團 在菲律賓他已經提出 希望能夠請求調查 這樣的要求 那目前進度是 非國的司法部 正在審核研究 看要不要接受調查 那不過 雖然我們有這個協定 也不宜太過樂觀 因為國際上有一個 叫做本國人民不引渡的原則 就是說我國人民犯罪的時候 我可以說不要把它引渡 但是聯合國 為了避免說 這個原則被過度浮爛的濫用 所以聯合國有一個防治組織犯罪的一個 打擊跨國組織犯罪的公約 還有反貪腐公約這些 它都有規定說 如果你要運用這個本國人民 不引渡的這個原則的話 那你必須要把這個犯嫌 把這個案件 盡速交給你們國家的刑事 訴追機關去追訴 然後而且不可以有任何延誤 所以在現在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我就可以根據這些原則 去要求 強烈的要求說 我們雙方能夠共同調查 甚至要去查有沒有共犯 是不是像你所說的 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那應該雙方都有支的權利 而且目前就 雙方來說 大家都有司法管轄權 那我們這邊也掌握了部分的證據 比如說那個漁船 上面有彈孔 貝律賓他如果要調查完成 也必須要需要這些資料 所以我想共同調查這個要求 是有實現的可能的 所以政府應該持續的去施壓 去看能不能查明 組成一個共同的偵查團隊 來查明真相 現在情況就是 人 這個開槍的人在他們那邊 但是船在我們這邊 現在這個情況真的是